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集节目说到 毛泽东被迫把处理林彪事件的权权交给了周恩来 那么周恩来是怎么处理林彪事件的呢 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20分左右 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 他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权权处理林彪事件的大权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 是向正在中国国境内飞行的256号飞机上的林彪喊话 因为周恩来拿到处理林彪事件的权权的时候 林彪的专机还在中国境内飞行 还没有出境 对此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森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晚 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 讨论世界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 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 周总理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午后12点过后 周总理对我说 林彪趁飞机跑了 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 代替他坐镇指挥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时时 256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 已穿越陈德 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上空 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 向周总理报告 李德森回忆说 周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时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 如果我们用无线电箱256号飞机呼叫 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 能听到 周总理说 我要对驾驶员潘景英讲话 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 希望他们飞回来 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 我周总理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说 他不回答 李德森回忆说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 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 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 毛主席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 把他打下来 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周恩来喊话 请林彪回来 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 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 但是林彪没有理会 周恩来的喊话 其实呢 林彪就是周恩来放走的 周恩来喊话 让林彪回来 只是演戏而已 这一点 周恩来和林彪都是心知肚明 而且呢 周恩来阻止解放军对林彪的飞机进行拦截 还以毛泽东的话为借口 在林彪的飞机快要飞出国境的时候 也不要拦截 这就是进一步要保护林彪 放他走 9月13日凌晨二时 林彪称说的三大级专机飞出国境 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 9月13日凌晨三时 周恩来紧直通知再新的政治局委员 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 据李作鹏回忆说 从9月12日23时到9月13日凌晨零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我处理913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 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但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 为什么强行起飞呢 越想越想不明白 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我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 13日凌晨三时 秘书来报告说 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 立即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睡眠不好 我迷迷糊糊的从床上爬起来 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周恩来本来准备在9月13日凌晨3点左右开会 向赛金的政治局委员们通告林彪飞机出进之事 由此可见 周恩来办事行动它是极为高效迅速的 林彪的飞机凌晨2点出进 凌晨3点 周恩来就通知政治局委员们来开会 就在周恩来准备开会的时候 凌晨3时15分 忽然来的报告 一架直升飞机违反净空力起飞 向蒙古方向飞去 这架飞机就是周宇驰等人劫持的飞机 这样一来 周恩来不得不推迟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集中精力处理这架直升飞机 关于此事 当时的北京军事司令员李德森会议说 9月13日凌晨3时15分 沙赫机场报告 起飞的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总理指示 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 要它迫降 不迫降就搭掉 绝不能让它飞走 我问沙赫机场 为何在接到精力后还让飞机上天呢 机场报告说 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首领 调度士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 8架殲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李德森回忆说 夜航作战 全凭机上雷达导航 而殲6战斗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 就是从高空往下搜索 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地面上各种雾起 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 如满天繁星 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导航殲6飞机 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 即使达不到 也能对直升飞机构成威胁 破旗降落 这架被周宇驰等人劫持的直升机 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 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 李德森回忆说 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致勇双全 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 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 极致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境 将飞机降落在淮柔县境内 接近地面时 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 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 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家弟弟团团围住 周宇驰于兴也 李伟信料已无法调脱 约定一起自杀 周宇驰于兴也当场毙命 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 保住性命 被战士民兵捕获 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关于周宇驰的人截除飞机之事 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回忆说 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 没有和家人一起 亲历北京1971年9月12日那一夜 但是从家人的描述里 我了解到9月12日发生的事 1971年9月10日 我二叔接到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 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 1957年刚上大学就赶上反右 所以二叔历来对政治没兴趣 但博名利 这在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 不要求进步 周向红回忆说 二叔问父亲 妈没病呀 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呢 父亲说 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 开四届人大 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 形势比较紧张 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 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 今后我就顾不上家 也顾不上管妈了 你把妈带走 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 这个他们是谁 当时二叔没问 他知道搞政治的人 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 我什么时候走呢 父亲说 不着急 先在北京玩玩 过两天赞手 周向红回忆说 父亲说 你不用惦记我们 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 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有猎枪嘛 你拿走 父亲知道自己的弟弟爱好枪 二叔看父亲的情绪一点也不紧张 就像平时的样子 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 他俩谈话时间很短 谈完后父亲走了 看来父亲是专门回家 跟弟弟交代 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的 周向红回忆说 1971年9月12号晚上 父亲又回来了 他跟二叔说 你和妈准备准备 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早上 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 把你们送到车站 我们也收拾东西走 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 说着 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集续 大约有3000元 给了二叔 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 父亲和母亲收拾东西时 二叔不放心 就过去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亲说 你不要问 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我是下不来了 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父亲的话 才知道他哥哥 这回真的是 卷进政治漩涡里去了 想出也出不来了 周向红回忆说 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 一边也说 他们想打倒林 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 他们也好不了 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母亲是个一婶 是个非常本分老实 穆娜传统女性 家都交给婆婆管 母亲很信任父亲 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 我听了二叔的描述 很难相信 他讲的是我妈妈 但二叔的话 我是相信的 父亲要是不跟母亲交底 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周向红回忆说 后来父亲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 我估计是林立国让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 父亲才显得有些着急了 林立国给在北京的周一时打电话 通知他们取消南下计划 改为北上 母亲说 父亲在家接电话 都是关着门的 本来是听不见的 但因为那天天热 窗户开着 加上线路不好 他声音很大 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 所以母亲听见父亲大声问 上哪儿 上哪儿 哦 北上 北上啊 父亲接到林立国的电话之后 匆匆忙忙 带着母亲和我哥哥弟弟走了 家里就剩下二叔陪奶奶 周向红回忆说 谁知没过多久 父亲他们又回来了 父亲自己上楼来 二叔为他 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说 无法现在机场呢 走不了了 二叔当时也不懂 无法现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父亲要马上开车 送二叔去火车站 并且说 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 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 妈就留下吧 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 父亲在车上说 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 谁也顾不了了 周向红回忆说 我父亲开车从火车站回来 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 车没吸口 马上又开走了 母亲很不放心 出忙中问了他一句 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的回答 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 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父亲 留给母亲的临终遗言 周向红回忆说 据我哥哥回忆 父亲在9月12日晚上 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 因为没走成 父亲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前途叵测 肯定凶多吉少 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 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 父亲一边开车一边说 过去都说 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的 周向红回忆说 于心也叔叔的爱人 李文阿姨也告诉我们 他在1971年暑假结束 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 收到过于心也叔叔 在913之前 发自一封广州的信 信上说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 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于心也的口气挺内疚的 他也准备去死了 据周向红回忆 早在1971年9月10号 周以迟就准备好南下广州之事 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弟弟 可见南下广州这件事 早就策划好的 本来在南下广州计划中 周以迟等人也是带着家属一起去的 所以周以迟事先对他妻子交底了 没想到因为林豆豆的告密 林立国紧急通知周以迟改为北上 于是周以迟立即带着一家人 直奔北极西郊机场 在那里 他们也事先准备好北上用的飞机 可是这时 吴法健已经亲自到西江剧场去查飞机 这样他们准备好的北上用的飞机 就不能使用了 周以迟只好又把一家人带回家来 此时周以迟做出破釜沉舟 劫持飞机外逃的决定 他把弟弟送到火车站 并且把自己的大儿子托付给弟弟 周以迟的妻子和小儿子 以及他母亲就只好留在家里了 周以迟在路上说 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好去死了 关于周以迟劫持飞机的事 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 康廷子回忆说 1971年913事件 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除了256号三岔机之外 还有一架是被周以迟劫持的 3685号直升机 但是很多年来 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 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 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世应 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 1971年春 空军参谋长胡平找到直升机团 说空军首长要求 在首长身边要陪迎一名直升机飞行员 这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 就是周以迟 康廷子回忆说 虽然周以迟在空军的身份 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但他与林立果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 作为直升机团副大队长的陈世应 被指定担任训练周以迟飞行的指挥员 9月13日凌晨一点多 没有红张 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以迟拿着这张林彪首例 骗过机械师打开直升机 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 最后骗过场站调度使给直升机放飞 凌晨3点15分 3685号直升机起飞 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向全国发出的进攻力 陈世应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 康廷子回忆说 直武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的位置上 陈世应在右边驾驶 周以迟坐在陈世应的后边 周以迟关掉了通话开关 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 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 周以迟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 飞行员质疑说 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 周以迟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 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 伊尔库斯克的航线图 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康廷子回忆说 陈世应后来告诉我 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 在他们看来周以迟是要叛逃 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 张家口一代机场八架歼机已经起飞 陈世应回忆 他和陈修文爷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 他们告诉周以迟有飞机拦截 当周以迟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 飞行员趁着这个间隙 眼机手快 偷偷把飞机航向板往回拧180度 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 康廷子回忆说 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4至50分左右 到达官厅水库上方 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 周以迟顿时意识到被骗了 他方寸大乱 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 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过兵本 飞行员回答说 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 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飞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 天已经亮了 陈世应说 他在鲨鱼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 便慢慢下降高度 此时已经飞了三个小时 周以迟也知道 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 所以也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康廷子回忆说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 陈修文突然猛力向右转身 想夺周以迟的箱 结果周以迟顺手一枪 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 飞机落地后 坐在后客舱的余心野和李伟信 蹬着梯子上来了 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 知道发生了冲突 余心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世应准备射击 陈世应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 紧急向右前方趴下去 此刻周以迟的双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 陈世应趴下的瞬间枪响了 余心野的子弹射过来 打穿了周以迟的手腕 康廷子回忆说 周以迟大叫 打着我了 陈世应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 跑了出来 陈世应跑了后 余心野和李伟信 架着受伤的周以迟 从飞机上爬下来 跑到一处玉米地里 周以迟与余心野李伟信 相约自杀 三个人都掏出手枪 周以迟 余心野倒下了 而李伟信冲天开了一枪 活了下来 据康廷子转述陈世应的回忆 周以迟等人的直升机并不是强行起飞的 而是通过正常手续 由调度时给直升机放飞的 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对全国机场下达的进空力 那么为什么沙河机场给周以迟的直升机放行呢 那是因为有林彪的首例 据李德森回忆说 9月13日凌晨3015分 沙河机场报告 起飞的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进空力后还让飞机上天呢 机场报告说 周以迟出示了林彪的首令 调度式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所谓林彪首令呢 据陈世音回忆 就是一张白纸 上面用红铅笔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 判照立国与池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9月8日 上面没有红头 下面没有红张 林彪写几个字 既没有红头也没有红张 就可以让机场违反周恩来发出的进空令 破例让飞机起飞了 可见当时林彪在一般人中间还是有相当微信的 林彪随便写个纸条 就是副统帅的命令 机场的人不敢不服从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林彪坐的三叉机飞机升空后 开始航向不明 后来才把航向调到飞往外蒙古 有人推测说 林彪在三叉机升空后 还没有确定航向 飞了一段时间后才下决心飞往外蒙古 然而根据周以驰等人劫持的飞机行动看来 他们一上来就要飞往外蒙古 周以驰劫持的飞机与林彪的飞机不约而同的飞往同一个地点 这就说明他们事先已经上约好飞往外蒙古北上的计划 所以林彪的飞机并非在起飞之后才临时决定去外蒙古 而是早就准备好去外蒙古了 周以驰的飞机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30左右起飞 在天上飞了三个小时 早上六时左右降落 周以驰的飞机降落后 周以驰才开始主持紧急中央政治局会议 宣布林彪飞机出进之事 对于周恩来紧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邱惠作会议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30时许 秘书到卧室来把我叫醒说 总理通知在人大会议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 要你立即去 文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识 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 周辉作会议说 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乎乎的 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 江青姚文言等人已先到了 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 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摻扶下进入会场 他也服了安眠药站不稳 姬登奎李德森是厚道的 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个小时 于9月13日早6时 周总理进入大厅 叶建英 王永胜 李先念 吴法宪等人 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 邱惠作回忆说 周总理刚进来时 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 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 但我万万没想到 竟是发生了913事件 总理坐下之后 习惯性的扫视了一下全程 就特意对江青说 江青同志 今天凌晨发生的事 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 因此他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 总理看江青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又补充了一句 林彪坐的飞机走掉了 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邱惠作回忆说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真的肃静到 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的地步 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 有的张着嘴巴 有的竖着耳朵 大家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 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 思想上震动极大 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周总理说 林彪出走是突然的 在事件发生之前 不仅没有人想到 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邱惠作回忆说 周总理接着说 9月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 叶群来电话说 林彪想动一下 去大连住几天 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 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接着说 晚11时多一点 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 叶群宣布 周总理同意首长 今晚起身去大连 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 接着 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 打来电话说 他们坐汽车 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 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电话 是11点多钟了 邱惠作回忆说 总理说 林彪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 很难说服他不走 但为了安全 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 要把他们追回来 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 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 叶群他们到三海关机场之后 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 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邱惠作回忆说 总理最后说 9月13日临时左右 还得到驻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 林彪的老警卫员李文普 在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 这些情况都还有待于查清楚 总理最后说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 他可能想的较远 因此 总理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县李作鹏 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 也没有说主席讲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由他去吧的话 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 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说的 邱惠作回忆说 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 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 最后郑重宣布 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 并已住进中南海 但总理并未宣布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住进中南海 江青无头无脑的说 昨天下午 我已经到中南海把主席 卧室的窗户打开 换了空气 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江青也根本不会知道 毛主席的行踪 他是有意吹牛皮 抬高自己的身价 从9月13日凌晨30到9月13日下午50半 历时15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回忆到此结束 据邱惠作的回忆 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 包括江青在内都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 可见毛泽东这一次难寻的行动 保密工作的确是非同寻常的 不过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的暗杀行动 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防范 或者叫做革命斗争经验吧 中文来的卫视高枕谱回忆说 9月14日上午11时 已经忙碌了4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 显得格外疲倦 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 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 总理躺下后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9月14日下午20 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 说是王海荣问总理在什么地方 他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 我们叫醒总理 报告了王海荣电话的内容 总理叫他马上来大会堂 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荣 王海荣手持密封信 边走边着急的问我 总理在哪里 我说先进去吧 高枕谱回忆说 总理已在卫生间宿口 秘书纪东接过王海荣手中的信 总理催他快念 信中说 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 机上9人全部遇难 其中有一妇女 机号256 总理听后拿过电报 穿着适宜脱鞋 急步走向毛主席 所在的人民大会堂 118厅 总理和毛主席 他们谈得很久 约下午4时 总理才离开 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已转到福建厅 总理向他们宣布了 林彪摔死的消息 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 中国方面是9月14号下午才知道 周恩来拿着这个消息 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谈了两个小时 此后 毛泽东还是没有露面 由周恩来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9月14日晚 周恩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 林彪摔死的消息 据邱惠作回忆说 晚上开会时 总理宣布 林彪乘坐山岔机飞机 在外蒙古温都尔汉 坠毁了 击毁人亡 飞机上9个人都死了 郑春桥听总理宣布 林彪死了之后 亲自到外间服务台 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几个杯子 他手拿着酒和杯子 笑嘻嘻地说 今天我自己花钱 请大家干一杯 张春桥给美人争了一杯酒 并说 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 做好工作 张春桥走到总理跟前时 说了什么话 但我没有听清楚 总理没有站起来 同张春桥碰杯 李作鹏也回忆说 上海帮的几个人 得知林彪击毁人亡的消息 手舞足蹈 兴高采烈 张春桥特意买了一瓶茅台酒 与政治局成员碰杯 表示热烈亲贺 叶剑英看到他们这种表演说 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没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言红着脸说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严肃地提高赏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 共产党中央副主席 国防部长叛国逃跑 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 拨得他们哑口无言 低头不语 周恩来宣布了林彪的死讯后 连日来中央的紧张气氛 一下子松了下来 据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 当时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 见总理独自一个人坐在他的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 便进去好言劝慰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季登奎回忆说 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 现在应该高兴才是 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这样一袭化石 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 总理先是默默的流泪 后来渐渐哭出声来 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 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 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 一时下不知说什么才好 就站在一边陪着 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 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 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 还没有完 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毛泽东流泪的事情听过很多 不仅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 多有回忆毛泽东流泪之事 就是凯大富等人也回忆说 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流泪 而周恩来却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 很少听说周恩来流泪的故事 像季登奎回忆说 周恩来在林彪死后 失声痛哭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周恩来为什么流泪痛哭呢 根据本节目前面说的 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周恩来的流泪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悼念林彪这位亲密战友 周恩来和林彪的交情 比毛泽东跟林彪的交情还要长 1924年26岁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 17岁的林彪在黄埔军校当学生 两人就已经认识了 而毛泽东和林彪认识 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 井冈山会师的时候 而且周恩来在党内挨过不少人的诊 而林彪是极少数没有诊过周恩来的人 所以周恩来和林彪两个人的私交很好 完全可以说是亲密战友 第二个原因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和林彪是同盟关系 毛泽东多次想拉林彪反周恩来 都被林彪拒绝了 相反林彪还私下告诉周恩来 毛泽东拉他反周恩来被他拒绝的事情 比如林彪私党邱辉作回忆说 1970年5月17日 林彪叫我们去钓鱼台11楼 这一次可大不一样了 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 这次去除了黄永慎 吴法县 李作鹏和我之外 还有谢富志 李德森 姚文元 邱辉作回忆说 江青上来就说 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 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 一次是把输区90%搞没了 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税 一切经过蒋介石 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行 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当时黄永慎越听越激动 他突然对江青说 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 你怎么这样说他呢 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邱辉作回忆说 黄永慎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搞得江青不知所措 我和李若鹏坐得靠后一点 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慎的 我们也附和黄永慎的话 也就站起来就走了 吴法县坐得靠前一点 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的说 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 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 向林总做了汇报 林总很生气 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 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 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邱辉作回忆说 本来是黄永慎 吴法县 李作鹏和我一起去 叶群说 他们都去不好 不要信师动众 最后林总说 黄吴一起去 黄永慎和吴法县走了以后 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去等 不久 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 黄永慎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邱辉作回忆说 当黄永慎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 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 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 第二句话是 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 第三句话是 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 不要让江青知道 我也不跟他说 他要是知道了 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话就是毛主席的原话 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的看 总以为是江青 目中无人口出狂言 现在看来 这件事主席事先可能是知道的 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邱霍最后一说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 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 如果总理先知道了 咱们还没有说 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的对 但他考虑了一下说 老邱还是你去 我不是不想去 你们想想 我刚从主席那出来 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的对 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 邱霍作回忆说 当天晚上大概七点多钟 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 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 总理对江青说的话 主席说的话都不吃惊 但听到我的话时很激动 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 连说了两句 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接着总理又说 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 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 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据邱慧作的回忆 周恩来对江青攻击他的话 以及毛泽东偏袒江青的话 都不吃惊 但是对邱慧作来告诉他这件事 他是很感动 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周恩来为什么感动呢 因为邱慧作是代表林彪 来向周恩来通报这件事 周恩来对林彪在他困难的时候 力挺帮助他 心里有所感动 眼眶都湿了 周恩来这里说的老同志 其实就是说林彪 后来周恩来也要冒着风险 帮林彪出逃 某种程度上也是报答林彪 在文革时期对周恩来的帮助 因此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嚎啕大哭 悲伤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周恩来流泪的第三个原因 应该是感谢林彪用自己的生命 帮了周恩来一个大忙 本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是相差比较大的 林彪的死使毛泽东的威信大损 周恩来的威信上升 林彪事件之后 周恩来的实力已经与毛泽东势均力敌了 毛泽东再想打倒周恩来 于是不太可能了 也可以说林彪用自己的死 帮周恩来避免了被打倒的厄运 周恩来不得不感谢林彪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9月14日 从已缴获的林彪一伙的 罪证材料判明 黄永胜无法宪 李作鹏邱会做四人与林彪夜群的关系密切 非同一般 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 看他们十天 叫他们坦白交代 争取宠宽处理 老同志允许翻错误 允许改正错误 交代好了就行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后 就想办法要保护林彪的四大金刚 当时周恩来又不能明确告诉四大金刚 他就用间接的办法提醒四大金刚 赶快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周恩来委婉地提醒四大金刚 林彪已经是死人了 往死人身上泼脏水也不要紧 赶快保住自己要紧 据邱辉座回忆说 9月17日下午4时 周总理给我打电话 总理说 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 他理法去了 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 先同你说一下 等会你去同他说一下 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我回答说 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 我很快就向黄总长报告 邱辉座回忆说 周总理又说 会做呀 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 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 总理呀 我不只是水平低 我的觉悟也很低 对现在发生的事 我想不通 也说不清楚 更是写不清楚 说完 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 啊 总理叫了一声 有些吃惊的说 你还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不对的 你过去跟我说过的那些问题 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 对那些问题 我是不会忘记的 周恩来说 会做呀 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 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这就是周恩来明确的提醒邱辉座 要他赶快反格一击 揭发林彪的罪行来保住自己 可是邱辉座却不理解周恩来的用意 他说自己想不通说不清楚 也没有想要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 对此周恩来批评他说 你还说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 这是不对的 这是周恩来再次提醒 邱辉座赶快反格一击 揭发林彪的罪行 周恩来说的 你过去跟我说过的那些问题 我是不会忘记的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 1970年5月 江青找中央政治局的人谈话 攻击周恩来 毛泽东也偏袒江青 邱辉座把江青攻击周恩来的话 以及毛泽东偏袒江青的话 全盘告诉了周恩来 让周恩来很感动 这里周恩来反过来告诉邱辉座 他对过去邱辉座帮助他的事情 是不会忘记的 所以这次周恩来是要帮他们的 邱辉座继续回忆说 总理又说 最近两三天内 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 你的情况 我还会同毛主席谈 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 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是保你的 一会儿你见到黄永胜 也要给他做工作 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 这个时候做黄永胜的工作有难度 总理呀 你可要把握住江青 江青要耍霸道 有意挑衅 黄永胜是个很硬的人 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 你去做工作嘛 批诚整风会上 黄永胜不肯检讨 后来你做了工作 他才肯检讨 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说 好 照总理的指示办 在这里呢 周恩来几乎都挑明了说 要求邱会座给黄永胜做工作 让黄永胜尽快向毛泽东表示态度 周恩来这里说 向毛泽东表示态度 就是要对林彪反戈一击 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 但黄永胜是个很硬的人 宁折不完 他不肯对林彪反戈一击 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 所以周恩来让邱会座给黄永胜做工作 让黄永胜赶紧反戈一击 邱会座继续回忆说 接完总理的电话 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 说 这下好了 总理保我了 约晚上六点半钟的样子 我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 这次谈话是913之后 我们第一次谈话 也是此生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 反而没有立即说话 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还是黄永胜开口了 黄永胜说 老邱啊 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多了 当我讲了总理的态度后 黄永胜说 话是怎么说 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呀 总理做不了这个主 江青不会罢休的 邱会座回忆说 黄永胜接着说 我们反江青张春桥 有道理吗 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 不行吗 况且张春桥 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 不让将军插手军队 是怕军队乱的 这也不对吗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 是十分有气的 他说到这里站起来 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然后走到 有一幅巨大三北地图的墙前 大声几呼 你跑什么跑 海死人呀 黄永胜喊完 坐下来以后又说 庐山回忆以后 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吗 我看林彪的下场 就是反江青的结果 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邱会座回忆说 黄永胜说着说着 有些不耐烦的 突然说 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 算了 不说这些了 黄永胜又换一个话题 说 老邱呀 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 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 我刚参军时 你就当团长了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 从江西苏区 五次反围角 长征路上 延安 热河 东北 辽省战役 平清战役 说着说着 我们都开始流泪 边说边流 黄永胜则大哭起来 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 生死与共的情景时 两人泪眼相忘 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但心里痛快极了 邱会座继续回忆说 9月18日下午30 总理又给我打电话 问昨天晚上 战备会议情况 转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 总理问 黄总长的情绪怎样啊 我说 怎么好得起来 总的来说是悲观的 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问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我说 最主要的 他说只知道难受 不知道病在哪里 总理说 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 光难受不行 还要好好想想 要相信毛主席中央 你还要告诉他 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 我是不会忘记的 据邱会座的回忆 周恩来多次给他打电话 表明态度 周恩来是保他们的 特别是要想保黄永胜 周恩来让邱会座去做黄永胜的工作 希望黄永胜主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 赴金请罪 交代情况 争取宽大处理 而且周恩来让邱会座告诉黄永胜 他过去告诉周恩来江青攻击他的事情 他是不会忘记的 周恩来特别提起这件事 意思就是告诉黄永胜 他周恩来是真心要保他的 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 宁折不弯 不但不向毛泽东赴金请罪交代问题 反而拒不认错 还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吗 这样一来周恩来也就没法保他们了 前面说到1971年9月14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对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秋等他们十天 希望他们在十天之内主动坦白交代林彪罪行 争取从关处理 1971年9月23日 毛泽东给的十天的期限到了 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秋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对林彪反戈一击 没有向毛泽东坦白交代林彪的罪行 这样毛泽东就要对四大金刚重言处理 周恩来也没办法保他们了 邱辉作回忆说 1971年9月24日早上六点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 送走李先念后 总理主动对我说 八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 传达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 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 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 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 你不回家 还不给胡明打个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 随即笑着对总理说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不用 总理说 那好吧 到大会堂 我们再谈吧 邱辉作回忆说 一踏紧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 福建厅昔日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 今天变成了法场 东边只有两张单人沙发 南边四张沙发 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 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 像西安兵马俑的倪儿一样 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 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 叶剑英李德森 纪登回 张才谦 刘贤全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 他们对我视而不见 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 邱辉作回忆说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 不久 吴黄李先后到了 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九十 总理在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忠 陪同下步入福建厅 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 很疲劳 步伐也不十分稳健 杨德忠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 这种做法就是为了安全 把总理和我们分开 杨德忠是中央警卫团政委 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 杨德忠这种做法 在我们看来是多余的 在他看来是必要的 邱辉作回忆说 总理坐下之后 先喝了一口茶 并扫了我们一眼 即开口说 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 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 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 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 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 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 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 并略微思考一下 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 邱辉作回忆说 总理说 出事都十天了 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 一字不起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 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 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 时间不会太长 你们要相信主席 相信中央 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 上了党章嘛 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此时 吴法县之屋的说 我昨晚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 凌晨五十送出去的 总理对吴法县的话 没有任何表示 邱辉作回忆说 总理接着说 主席说 等了你们十天 不能再等啊 十天的时间 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呢 我们都默默无语 写什么 难啊 关于卢山会议的检讨 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 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 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 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 913的事确实一所无知 怎么写 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 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 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邱辉作回忆说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 主要问的还是几天前那封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 黄永胜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 总理不好往下说 从座位上站起来 一边说你先走吧 一边上来和黄永胜握手 并叫吴忠跟着黄永胜走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 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 就当什么副部长 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 空军搞得很乱 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 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邱辉作回忆说 总理刚问完 吴法宪就站起来说 我向毛主席请罪 我对不起毛主席 我们军委办事主反对江青同志 我向毛主席请罪 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法宪提到了军委办事主 反对江青的事 李作鹏突然大声说 吴法宪胡说八道 他自己讨好江青夜群 李作鹏心里认为 反江青算什么错 李作鹏激动的不能自己 总理没有顾及李作鹏 马上对吴法宪说 你也走吧 总理与吴法宪握手 由杨俊森跟吴法宪走了 邱辉作回忆说 总理要坐下来对李作鹏说 不要急 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李作鹏走时 总理也上去与李作鹏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的问我 你怎么也搞进去了 我没有吴法宪握手 我没有吴声 也没有正视总理 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 把胡敏给林逗逗 林立国找对象的事情讲了一下 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周恩来问邱辉作 你怎么也搞进去了 其实周恩来就是埋怨邱辉作 你怎么不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呢 如果邱辉作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 周恩来还可以设法保邱辉作 邱辉作在周恩来的提醒下 终于有些醒悟了 他把邱辉作的妻子胡敏 给林彪的林逗逗 林立国找对象的事情讲了一下 算是检举揭发林彪的罪行 但此事 邱辉作的检举揭发已经太晚了 周恩来已经没有办法保他了 邱辉作继续回忆说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 我含着泪对总理说 我相信毛主席 相信中央 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 看了我很久说 好 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 从肺腹里吐出一句话 希望再见到总理 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 用很低沉的口气说 到了那里去好好住下 据邱辉作的回忆 周恩来明确对他们说 抓他们四人是毛主席的决定 并说毛泽东等了他们四大金刚十天 可是这十天来 四大金刚一言不发 一字不写 没有任何表态 其实周恩来在这十天中间 特别提醒他们四人 还明确让邱辉作转告黄永胜 说你见到黄永胜 也要给他做工作 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可是黄永胜四人没有理会 或者是没有理解周恩来 让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态度的意思 不过对于黄永胜这些军人来说 他们的确也不会政治家那种表态 想不通就是想不通 这样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1971年9月24日 周恩来处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1971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 通报林彪仓皇出逃 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这个林彪叛逃的中共中央通知 发至第四级党委 1971年10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 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 也就是说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 中共中央在一个多月后的1971年10月 把林彪叛逃事件向全国传达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最后谈谈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她是造成913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 这里分析一下林豆豆为什么要对林彪 告密的动静 先看林豆豆这个人的性格 林彪经历过两次婚姻 共有三个子女 林彪的前妻张梅生育了一个女儿林小玲 与叶群生育了林力衡 乳名豆豆和林力果乳名老虎 林豆豆出生于延安 据说豆豆这个乳名是来自林彪喜欢吃黄豆的嗜好 林豆豆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1964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林豆豆转学到北大后 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的功课 林豆豆到北大后因病经常缺课 北大中文系建议 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 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 病好后可以复学 林豆豆因此办了休学手续 但林豆豆休学后却没有再回北大就学 而是于1965年去了空军报工作 据说毛泽东知道林豆豆的情况后 同意她到空军报工作锻炼 空军报专门指派了两名业务骨干帮助林豆豆 1969年林豆豆身任空军报副总编辑 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娜任解放军报总编辑 林豆豆的级别比李娜低半级 与林标比毛泽东低半级的情况是一样的 林豆豆的脾气就是典型的元帅府大小姐的脾气 任性 叶群与林豆豆的关系不太好 正好当时陆定一的妻子颜卫斌写匿名信给林豆豆 说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搞得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更加清晨 因为林标宠爱林豆豆 他任性的脾气没人敢管 叶群也怕林豆豆三分 因为林豆豆动不动就要自杀 1964年和1968年 林豆豆两次自杀为谁 搞得林家更不敢管他了 从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来 林豆豆的元帅府大小姐脾气 林标专机的副驾驶康廷子 回忆了他们1971年9月7日 把林豆豆从北京接到北戴河林标住处的情况 康廷子回忆说 9月7日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 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 平时的训练飞行 飞机都是停在停机坪上 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后机室 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 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 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豆豆 等人都坐骑 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 林豆豆突然说 不行不行 还有点事停一下 康廷子回忆说 后来知道是林豆豆落了一双皮鞋 要回去拿 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 等他第二次上飞机 才开始正常飞 不过林豆豆做的不是专机 属于搭便机 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 据康廷子回忆 林豆豆做的并不是专机 而是搭便机 林豆豆为了回去取一双皮鞋 让机主人员和其他搭便机的乘客 等他40分钟 林豆豆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表示什么歉意 这种原帅府大小姐的傲慢态度 悦然直胜 再看林豆豆对8341部队领导的说话口气 都是命令式 比如8341部队中队长萧齐明回忆说 林豆豆对我说 萧队长你赶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 林豆豆是什么官职 他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抓人呢 这就是原帅府大小姐的脾气 因为林豆豆自从董事以来 周围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 养成他出口就是命令别人的脾气 林豆豆本人也回忆说 我责问张宏 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们说好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 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火了 大声说 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 我们是听中央的 以林豆豆的官职 他只能向张宏汇报情况 绝无向张宏下命令的资格 张宏不买林豆豆的账 林豆豆反而还很生气 林豆豆凭什么生气呢 林豆豆似乎认为 他是副统帅的大小姐 张宏应该无条件听他的指示才对 后来林豆豆外逃后 林豆豆也被要求写材料 捉明林豆豆事件的真相 可是林豆豆写给中央的材料 口气也完全是一副 自己完全正确 错误都是别人的 原帅府大小姐脾气 原空军政委 高后梁回忆了 林豆豆在913事件后的一些事情 高后梁回忆说 913事件发生后 林豆豆在玉传山 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 表面高举紧跟 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 同时认为林彪叛逃 是受叶群林彪果的影响 为他父亲开脱 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 在接见林豆豆时 曾对他自以为是的 某些观点提出批评 决定让他回空军报 接触群众通过学习 正确对待自己 高后梁回忆说 1972年9月 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参加学习 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做了动员 说过去林豆豆是仙女 你们家道欢迎 现在她不是仙女 你们也要欢迎 林豆豆是起义的 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李平说 林豆豆起义的事实根据是 1971年9月7日 林立国把谋杀 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 令立中央 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御工的计划 告诉了林豆豆 谈了两个多小时 林豆豆自己说 当时怕林立国对自己下毒手 当场向林立国表示 跟你们走 高护梁回忆说 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 不同意林立国的行为 却因林立国向他说过 首长也同意 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林彪 制止林立国的活动 1971年9月9时11日 林豆豆都在北戴和林彪身边 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 林豆豆知道林立国在北京 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 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 直到9月12日晚 林彪夜群林立国要逃跑之前 才去8341部队打电话 向中央报告 所以中央总政认为他是起义 但起义说明他也有错误 为什么中央总政认为 林豆豆是起义 同时又说他也有错误呢 林豆豆1971年9月7号就知道 林立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却不向中央报告 这就认听毛泽东处于危险的境地 从这点来看 林豆豆的态度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如果林立国暗杀成功 林豆豆就不向中央汇报了 坐下胜利果实 如果林立国暗杀失败准备外逃 他此时才告发他们 林豆豆在毛泽东最危险的几天 不向中央报告 这显然是林豆豆的错误 高霍梁继续回忆说 林豆豆以913事件的功臣 反林英雄自己 向大家宣传他一贯反对林彪 林豆豆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有所认识 有所警惕 有所察觉 有所斗争 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 林豆豆还说 我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国的基地 我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 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 913以前我没有向中央报告 主要是为了理应外合 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彪的斗争 高霍梁继续回忆说 林豆豆随意讲的一些情况 难以自圆其说 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 大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 他就说 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时林豆豆就经常借口写材料 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 有时来也不发言 私下对人说 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由高霍梁的回忆可知 林豆豆经常毫无根据的随意讲一些情况 造成大家对他的疏远 而林豆豆却还是自以为是 自认为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高霍梁继续回忆说 1974年2月 林豆豆再次自杀为谁 因为林豆豆闹自杀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 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 后来周总理生病 汪东青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 政治局要在意一下 对林豆豆要解除监护 他和死党有区别 准许他同张青龄来往 让他到农场劳动锻炼 更多的接触群众 空军党委研究 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 某空降兵师农场 安置林豆豆和张青龄 两人打报告提出结婚 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 高护梁回忆说 林豆豆在开封农场 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 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 1975年10月 林豆豆夫妇做转业处理 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 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后来林豆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 我没有转业手续 上不了户口 拿不到购粮本 肉震 也领不到工作证 仍然用假名 从此化名录曼 14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黑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 转业是中央批准 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 工厂按厂机领导干部对待 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 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呢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小林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林豆豆 规劝她要为人诚实 不要太虚弱 1977年冬天 陈小林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 探望妹妹询问913事件的有关情况 那时林豆豆就说 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她弄上飞机的 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 林豆豆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小林看 林小林看后觉得林豆豆写的材料水分太大 例如林豆豆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 是中央有人给她服了一种药 改变了她的思维和精神状态 林小林当时就觉得林豆豆说的这些话太假 就说 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 我们不能指冲林彪是我们的父亲 要为她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 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林小林说 我和豆豆是同一个父亲所生 姐妹同根 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 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 我深感痛心 总而言之 林豆豆的告密就是过惯了富贵日子的 袁帅府打小姐贪身怕死 她怕跟着林彪临利我叛逃 就再也过不上袁帅府大小姐的富贵日子了 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于是林豆豆就想到告密反戈一击 她认为这样她就能够成为反林彪的英雄 就可以保住袁帅府大小姐的富贵日子 可是事实跟林豆豆的预想相反 她告密后 不但没有保住袁帅府大小姐的富贵日子 而是生活的十分凄惨 只是保住了性命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林豆豆的告密 林彪也不会匆匆忙忙的临时叛逃 也不会因为飞机的油料不足而醉毁 如果林豆豆不告密 跟林彪一起上飞机的话 很可能会活着到达苏联 她在苏联的生活 虽然不再是袁帅府大小姐的富贵日子 但也比留在中国的生活要好得多 因此后来林豆豆也后悔了 开始为林彪拼命翻案 但一切为时已晚 世界上没有后悔 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中 与林彪的斗争是最特殊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彭德怀等人被批斗被监禁 但彭德怀一直到死也没有被开除党籍 毛泽东与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的斗争 只有刘少奇一个人被开除党籍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等人都没有开除党籍 而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有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惠作、李雪峰等7人被开除党籍 这是中共建政后高官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问题与刘少奇大不一样 涉及的人极多 刘少奇的秘书警卫员等都没有因为刘少奇的倒台而受到处分 可是林彪的秘书警卫员等人都受到了隔离审查、贬官下放等处分 在过去的十次路线斗争中 毛泽东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而这一次跟林彪的斗争却是林彪先声夺人 毛泽东不得不被动应付 毛泽东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敌人 直到1971年9月初的南巡讲话 毛泽东以为这次他可以先声夺人了 可以一举拿下林彪的 但毛泽东没想到林彪出手更快 在毛泽东动手前林彪先叛逃了 搞得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林彪事件让毛泽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 都受到重大的打击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词回忆说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 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 一下子变老多了 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 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 百法俱增 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 913事件对毛主席来说 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 他的内心充满难以严重的痛苦 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1月初 毛主席参加成议追导会 从八宝山回来 毛主席就病倒了 1972年1月13日突然休克 时隔不久 毛主席再一次休克 这以后 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毛泽东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 就是林彪叛逃外国 实施同归于尽战术 想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 他也无法全面主导中国的政势 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周恩来跟毛泽东平起平坐的时代 这里除了毛泽东的身体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 他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 地位才能稳固 第一方面是军队和高官的支持 第二方面是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如果同时得到这两方面的条件 领导人的地位就很稳固 如果同时不能得到两方面 只能得到一方面 领导人的地位也能维持 如果两个方面都得不到 那么领导人的地位就不稳定了 随时有可能倒台 毛泽东在文革前既有军队和高官的支持 在人民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 他的地位是稳固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得罪了大批高官 其中也有大量军队的高官 因此毛泽东失去了军队和高官的支持 但此时毛泽东却在人民群众中 获得了极高的威信 威信成为毛泽东掌权的主要武器 而毛泽东的清定接班人林彪背叛毛泽东 甚至还要暗杀毛泽东 极大的损害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林彪的叛唐让毛泽东的文革成为笑话 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和信仰毛泽东了 甚至一些人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 在林彪事件之前 谁要是敢说一句对毛泽东不信的话 马上会有人去汇报上去 而在林彪事件之后 就不再有人向上汇报这种事情 对毛泽东不信的话 也悄悄开始在民间蔓延 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上 已经有人公开贴出反毛的诗词 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鱼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文革之后 毛泽东失去了高官们的支持 林彪事件之后 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 这样一来 毛泽东的领导人地位就不稳了 相反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 既有高官们的支持 在人民群众中也有很高的威信 使得周恩来已经有跟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林彪事件之后 毛泽东多次想掀起批周恩来的运动 但因为无人响应 指得不了了之 1974年1月 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名义上是批判林彪和孔子 实际上是要批判周恩来 当时的口号是 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辱 周公和现代大辱就是指周恩来 1975年3月 毛泽东发起批经验主义运动 实际上也要批周恩来 1975年8月 毛泽东又发起平水浒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 这一次毛泽东的矛头已十分明确 水浒中宋江投降派指的就是周恩来 但毛泽东这些批周恩来的运动 根本得不到下面的响应 周恩来不仅站住了脚跟 而且毛泽东越要批周恩来 周恩来的威信反而比以前更高了 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王洪文 因为在党内的反对声音太大 毛泽东只能把王洪文排名在 他和周恩来之后 让王洪文排名第三 这样周恩来在党内排名第二 周恩来还是接班人 如果毛泽东比周恩来早死的话 哪怕是毛泽东比周恩来早死一个月 都是周恩来接班 而不是王洪文或其他人接班 所以周恩来死后 毛泽东大放鞭炮庆祝 上帝帮他赢了周恩来 但即使如此 周恩来死后还是爆发了 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五四运动 撼动了毛泽东的权力根基 毛泽东死后掌权的都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事实上周恩来赢得最后的胜利 而造成周恩来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林彪事件 如果没有林彪牺牲自己的性命叛逃 来打击毛泽东的威信 也不会有周恩来后来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 是周恩来和林彪联手 共同战胜了毛泽东 因此这里说的林彪事件 其中一半是林彪的故事 另一半是周恩来的故事 理解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段中国的历史 林彪事件这个系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捧场 关注和观看 好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下次节目见 欢迎订阅